那第二次第二課,因為我們第一次把這個間接法已經講過一遍嘛,那我們等一下還是會複習一些題目 但我們這次主要講的觀念,其實上次大部分有講完,我們這次會大概講一下子接法他的做法,好不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上次有人說我講話太慢了,那我雖然知道就是看觀察數可能有一半是我自己在看 那我也知道其實看了沒有很多,沒關係,我還是會認真做 那可能因為大家,因為非同步的關係,所以老師上課你可能就已經可以聽得蠻清楚了,而且你可以看好幾片,那就比較不會用到我這部分 但沒關係,有些可能習慣,那我還是就好好的講吧,那我速度會加快一點 因為這一張其實我自己也算是覺得比較複雜一點,所以我自己也沒有很熟,我講話才不會那麼快 那我真的就加速一點吧,直接法跟間接法差別是什麼?其實直接法跟間接法最大的差別是在 這個營運活動之下,在營運活動之下這兩個才有差別,那其實後面那個投資活動、融資活動它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直接法,我們就直接來看直接法的部分吧 直接法的部分,它說每,現金流行表它是直接,每一行都表示現金的支出與收入 它不會有像你原本在間接法裡面看到的會出現一些,從Net Income開始啊 那我們要把它,Net Income 一些不是有關現金活動的部分剔除掉 我們就直接去看,直接看每一項有關現金活動的,有關現金的一些活動,那把它一個一個列出來 那有關現金活動、營運活動裡面,你一定會知道,從客戶處獲取的現金 那基本上營運活動裡面只會從客戶那邊拿到現金,我們只會從客戶那邊拿到現金 那些其實都算是投資活動的部分,或是你賣東西,你把你的機器賣掉,那你拿到現金回來,那也不是營運活動 所以營運活動下,我們只會從客戶那邊拿到現金,我們賣東西賣服務的時候會拿到現金 那這邊你就看,它有Cash Payment from Customer 通常就是Sales Revenue,然後你要減掉,Sales Revenue有一些是跟現金沒有相關的部分 Increase in Accounts Receivable,不是直接減Accounts Receivable,因為你要看的是今年增加多少Accounts Receivable 今年增加的Accounts Receivable,今年發生的Accounts Receivable,實際上才是你今年發生Sales Revenue,但沒有收到現金的部分 所以你會這樣去看,今年增加的 可以嗎? 那再來我們看,這邊是流出的,流出的 你去買存貨,或是你買一些服務,那這就會有流出,現金流出 這就是Cash Payment to Supplier,這個Cost of Guso,主要就是Cost of Guso 我一般買賣業就會用Cost of Guso去看,因為我們其實課本上大部分題目裡都是買賣業,它會比較有存貨之類的 那服務業相對就沒有 那我們看一下,Cost of Guso就是今年的銷貨成本,就是今年你付出去給你的這個供應商的錢 那除了付給你供應商的錢以外,它跟這個上面其實有個概念是很相似的 那是什麼,是哪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上面的扣掉是Increase in Accounts Guso,下面的扣掉是Increase in Inventory 你有一些銷貨成本可能會沒有發生,是因為你買了存貨進來,還沒有把存貨賣出去,那錢你是付了 可是它實際上還沒有從Inventory轉化成Cost of Guso,所以你要把它去加回來,因為它也是你現金流出的一部分 只是它還沒有實際上發生,變成成本 那再來,除了這個Inventory外,跟上面的不免書,你要提一下是Increase in Accounts Payable 你付給你的供應商,你可能也可以收購,就是你可以還沒有付現金給它,所以你要扣掉這個Increase in Accounts Payable 這個Increase in Accounts Payable的部分,其實就是在講你說,你今年增價就代表你今年有多少是還沒有付現的 但你已經實際上已經買了這些存貨,所以你要扣掉這個,因為它現金實際上還沒有流出 那就可以算出這個購買存貨與勞務的現金流出 那你先就有一個從客戶拿到的現金,流出給供應商的現金 那再來是營運費用的現金,你除了給客戶的錢以外,你還有一些錢你要發給你公司的員工啊 你要發給你公司的員工,你可能還要繳一些規費啊,還有像付這種稅啊,利息啊等等 那這些其實都是營運活動裡面的範疇,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 好,那我們就大概就是這樣,主要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去特別注意說在直接法,折舊費用它是沒有記錄在裡面的喔 因為它本來就是非跟現金沒有相關,它本來就是跟現金沒有相關的一個交易嘛 所以它沒有現金增加減少,我們就沒有必要把它放進來 因為我們不是從netting card開始調,所以我們不用去考慮這個點 你只要考慮本身這個活動本來就跟現金有相關的就好了 那你還要去考慮支付利息、支付稅費 那為什麼你會,你可能會想到為什麼我們只會考慮這種現金,營運費用的現金啊 那營運的時候會不會有其他不是從客戶收到的錢 那基本上就是沒有,不會 從不是客戶收到的錢就是一些業外收入啊 那它一定是利息啊 我們講過我們收到利息的時候鼓勵它在投資活動下面 那你把你的設備賣掉它是在投資活動下面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就來直接來看立體吧 那基地題我們這次要講的主要還是indirect這個方法 因為我們的syllabus上面也主要都是跟這個間接法相關的題目 好,我們P14-1來看一下 P14-1是一題很簡單的題目,一定要去把握住 一定要把握住,這一題在講什麼呢? 這一題在講什麼呢? 它叫你說you are provided with the following transaction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 recent fiscal years 它說你有一些交易是今年這個財務年度發生的 那你要去把它做分類 它要你做分類嘛 complete 它要你complete the table indicating whether each item 它是影響到營運活動還是這個 是營運活動,然後投資活動還是這個籌資活動呢? 那它會不會其實是一個不關現金的活動 跟現金沒有相關的活動呢? 除了這個之外,你還要去分類它是一個in-flow或是out-flow 也就是你要看它是現金流出還是流入 那我們就來看吧 十字之一很簡單一題 我是很覺得它不該是problem 好,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recoded depreciation expense on plant assets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 這其實就是以一個營運活動吧 營運活動 折舊是營運活動,大家可以理解吧 折舊它是一個營運活動 好,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它是發生了折舊費用嘛 折舊費用 折舊費用本身就是一個營運活動 那我們就把它記錄一下 記錄一下 哦 哦 那這個折舊的時候會發 折舊的時候它是out-flow還是in-flow 或是no-effect的 那折舊我們說過它是一個不會影響到現金的一個活動 那它就是一個no-effect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 recoded and paid interest expense 它告訴你說它記錄了這個interest expense 那它也付了 你只要看到paid這個東西 就代表付現金出去 付現金出去 那intrex expense是哪一個活動呢 intrex expense是因為 你要營運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利息費用 所以它是營運 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借錢是醜值 那利息是營運 那這其實就是定義啦 你要稍微記一下 利息 利息費用它就是一個營運活動 它是一個營運活動 好 那它是一個cash outflow或是inflow呢 那利息費用都跟你說付出去 那它一定是outflow 好 好 再來第三個 recode the cash proceed from the sales of plant assets 這就是一個有關現金的活動 而且它是把你的這個 plant asset 也就是這個固定資產賣掉 固定資產賣掉 那就有現金流入 固定資產賣掉是什麼呢 投資活動 它是一個投資活動 那我們就記錄囉 i 那現金流入嘛 sales一定是現金流入 in 那就是一個inflow 好 再來 acquire land by issuing ordinary shares 呃 這個你看到issuing 你看acquire land 你可能覺得啊 那是一個投資活動吧 可是它又沒有現金 那因為它是issuing 這個ordinary shares 是發股票 那你會覺得 哦 這可能是一個這個 籌資活動吧 那實際上它都不是 它跟現金一點關係又沒有 甚至在 間接法或是直接法下 你都不會看到這種狀況 因為它完全就不影響到 間接法的時候 像我們上面這個不會影響到現金 它其實你也是要把它去加回來的 那這個部分 其實從來就不會去考慮它 因為它不會出現在水意表上面 這種東西 那我們就把它記錄是一個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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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是什麼 NC就是這個non-cash non-cash transaction 好嗎 它這個non-cash transaction 因為它不會記錄在間接法或直接法的表上面 那它也不會影響到 這個現金流入或流出 再來是這個pay the cash dividend to 五角度 一時候 我們這個 例如是負特別股的 套明 不是透過 那發股利是籌資,那發利息是營運 那其實我們上次的定義,上次的定義可以回去再看一下,我有點稍微忘記 就是這個收股利,收股利跟收利息,它可以是定義在這個投資還是這個營運,我記得是都可以 但你回去看一下我上次怎麼講吧 反正這個pay the cash dividend to,這個preference shareholder 那我們就把它記錄成是一個投資活動 投資活動 投資活動,那它就是現金有出嘛,out 再來是這個發這個鼓勵,發這個ordinary share去purchase then 跟上面一模一樣,nc no 好嗎 再來recorded cash sale,現金售出東西,那這很明顯就營運吧 營運,然後這邊是in 好嗎 再來是recorded sales on account,sales on account,它也是一個營運 但它沒有現金 再來是purchase inventory for cash,用現金買這個inventory,它也是一個營運,所以它會有流租 最後一個是purchase inventory on account,它是一個營運,但它沒有影響到現金,因為on account嘛,還沒附,好吧 差不多就這樣,我們去看一下解答就這樣 沒錯,沒錯,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再來我們看14-5的部分 p14-5,這是一題什麼呢 這是一題間接法的題目呢,也是相對沒有那麼難的 prepare operating activity section of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 using the indirect method 那就是叫你說用間接法,然後只要做operating的部分 為什麼只要做operating,其實operating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你可以用想就想出來 那operating有什麼東西呢 operating有,operating它給你什麼呢,service revenue service revenue已經給你了嘛 然後nating con其實給你的,你就從nating con開始做就好了 可以嗎,因為我們講過間接法就是從nating con開始 nating con有了之後,你再去把depreciation加回來 那我就把這個順序稍微記錄一下 nating con nating con 1,nating con是第一個 那再來第二個,你就要把一些非現金的 非現金的加回來吧,那非現金它給你什麼呢 這個都 depreciation 這是不,他這個 第一個operating expenses 告訴你說哦,它是一個營運費用,但不包含折舊 不包含折舊意思就是說,那就是實際上應該是有把現金付出去的一些費用 有把現金付出去的費用 那沒有把現金付出去的費用呢 就是這個depreciation expenses 那你就要把它記錄在2 2 而且2是要怎麼樣呢,是要把它加回來 好嗎,把2加回來 把2加回來 那再來你就往下看,Loss on the disposal of planned assets 這個東西被記錄在你的原本的禁令裡面 但它不該記錄進去,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投資活動,它不是這個營運活動 所以它是一個loss嘛,它是一個loss 所以你應該要再把它加回來,它是3 這我們上次都講過了 它給你這個,我們看完損益表就看資產負債表嘛 那資產負債表你就要看這個 ARAP的還有這個 TAX的Payable的變化 看它變化做什麼呢? 你可以看一下 Accounts Receivable變化 從19年的6萬變成7萬5 那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1萬5,你多欠了1萬5千 你多欠1萬5千,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的禁令裡面有1萬5千,是還沒有收到現金的 所以這個1萬5千,你要把現金扣掉 可以嗎? 扣掉,這個是4 減掉4,4是多少呢?4是1萬5 4是1萬5 好,那再來要看什麼? Accounts Payable Accounts Payable有什麼變化呢? 從2700到4萬1代表什麼? 代表你欠別人錢變多了 那相對就是你還沒有 你少付了這個差額 差額多少?1萬4出去 你少付1萬4出去 所以你要把它加回來 加回來,這個是5 5,你要加這個1萬5 1萬4 好嗎? 加1萬4,最後面一個是什麼呢? 最後面是一個稅 所以你Payable增加就代表你多欠人錢 多欠人錢你就是佔便宜 佔便宜的意思就是 這個現金還沒有流出 所以你要把它加回來 6000 6000 把這個6000加回來 這個我應該要 幾乎應該這樣寫 6 把這個6000加回來 這樣基本上就已經把所有的資訊都處理完了 把所有資訊都處理完了 那我們對一下這個表 把它放在表裡面長怎樣 Netlink看我放這裡 我們看我們E碼 Netlink看 226000 那再來是加這個折舊 再來是加這個損失 加這個損失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再來是這個 Accounts Reserved Ceval 這個4 15000 再來是這三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資產負債表的科目 那你會想到 哦很奇怪 那這個Loss 就這樣 這樣把它加回來了 那實際上流出的錢 流入的錢 你賣東西的錢 那個東西在投資活動裡面 我們這邊要看的就是這個 operating activity section 所以 它不會出現在這裡 因為它是投資活動 那這張列下來之後 然後 做個簡單的加減 那你就可以看到 Net cash 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ies 今年是31萬1千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你去做 接下來的投資 或是融資 那其實就是用 從營運你知道 後面就很好做了 就稍微看一下 想一下就知道了 那我們繼續 直接法補充 那我們補充一下 直接法怎麼做好不好 直接法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從客戶那邊拿到的錢 再扣掉 你要給供應商的錢 再扣掉一些 營運費用啊 或是一些稅啊 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我們看它這一題給什麼資訊哦 啊 這邊告訴你說 Income Statement 就在Revenue Revenue 19萬5千 好 這邊你有Revenue的19萬5千 19萬5千 試試看螢光表 19萬5千 那再來是 它還給你什麼呢 它還給你這個 operating expenses 營運費用 營運費用 可以嗎 可以嗎 還要給你的這個 revenue 跟這個operating expense expense 那這一題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剛剛講到的 有個東西漏掉了 誒 漏掉了是不是 Cost of Goodwill呢 那我就講了嘛 買賣業跟製造 因為你賣的服務 賣的服務 賣的服務 而非商品 那除此之外 你還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 你要看今年的 AR 或是AP的 加減 加減 那在這邊給你一個 今年年底的一個余額 這個是 AR的 然後再來是 AP是多少 AP是2萬5 AR的4萬8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他只給你年底的 他只給你年底的 為什麼他只給你年底的 那你怎麼會知道 他今年的變化 那是什麼 啊 你要仔細看 先有題目 他告訴你什麼 題目告訴你說 Complete its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first year 意思是什麼 他是今年 第一年開始的營運 那就不會有期出余額 他不 他期出余額是0 期出余額怎麼會有這個 accounts receivable 跟accounts receivable 他幾點才開的 所以這個很好 很好去想吧 他甚至叫你說 ignore the income tax 你就可以少考慮很多東西 那我們就來編 這個直接法 直接法的表吧 從第一個 已經從客戶那邊拿到的錢 從客戶那邊拿到的錢 怎麼編呢 先放revenue 再減掉這個 Increase in accounts receivable 為什麼要減掉這一段呢 這一段是你還沒有收到的現金 所以你要把它扣掉 扣掉之後就是 Cash receipts except from customers 就是你從客戶那邊收到的錢 再來是這個 營運費用 營運費用的部分 78,000 78,000 就是這邊的78,000 那78,000你要扣掉一些什麼呢 這個 accounts payable accounts payable 就是你欠別人的錢 你還沒有付錢出去的 所以你把它扣掉之後 你今年的現金流出就是53,000 那你把兩個 這個相減 就算出94,000 是全部營運活動的淨現金流入 進現金流入 可以嗎 那它底下還做了一個T字帳 我剛剛已經告訴你說這個 想法 這個概念是什麼 它給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一個accounts receivable 這個很基本啦 這就是這樣的一個加減 意思就是說你期末的這個accounts receivable 是48,000 那你收到 那你今年的revenue是19,500,000 那實際上你收到現金的部分就是這裡吧 你有這裡這裡 然後你把它算出來 那我剛剛就直接這樣去剪了 直接放到這裡 然後就可以算出這個數字了 這很好理解 還有你要把它寫你這個account 這個減這個等於這個 就是這個減這個等於這個 那 這個 這個operating減掉這個payment for operating減掉這個year-end 這個accounts payable 就是今年真正付現金出去的 也就是78,000 減掉25,0005,000的5,0003,000 很好理解吧 你只要看 哪一些是還沒有付錢出去的 哪一些 你用全部的revenue 然後把 還沒有收到錢的部分扣掉 然後你的這個expense 是用全部的expense 把你還沒有付出去的錢扣掉 這就是實際上的現金流出 那差不多就這樣 今天的課程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就講完了 謝謝大家 那 Cealbus 上面還有一題 我還沒有講的 那就大家自己去做一下 那一題比較長 Indirect 是間接法的 那你要自己去練習一下 不然你都會覺得自己 都會 那要什麼問題再問我 我上次小考的分數 有些兩三個有問題 那我已經幫你們處理好了 那其他問題的話 再記性給我或用其他方式 那祝大家身體健康 不要到亂跑 大家也要過得開心嘛 那如果你影片有看到這裡的話 我想一下 想一下有什麼方法可以 我一直在想 有什麼方法可以跟大家互動 就是 我想知道有沒有誰是真的看完這個影片 我希望如果你看到這邊的話 你也許留個眼吧 就是 其實我很想就是請大家喝個飲料 或是什麼東西 不然我可以請 其實如果你看到這裡的話 你有聽到這一段聲音 不然你就留言說 欸你有看到 你有聽到 那 嗯 其實LINE是可以送一些飲料啊 之類的東西 那我看有什麼辦法 我送給你們 再轉送給你們好了 這Youtube留言好像滿奇怪的 寄信給我 寄信給我 寄信可能留下你們的 嘿 這樣感覺好像在要個人的聯絡資訊 不然 不然你就 先留言啦 先留言說你有看完 我在想要怎麼樣去處理 我想送個什麼貼圖啊 或是送什麼飲料啊 什麼優惠券之類的給大家 不然 就以往你大家都知道我 我一個學姐 請大家喝兩次飲料 那我就覺得 這樣遠距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好像還有什麼事情沒做完之後就畢業了 心裡很感慨啊 那 我不知道可以為大家做什麼 我只是希望 也有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動 那我也知道 非同播影片比較少人看 那 如果你真的有看的話 真的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留言 我 我自己心裡也會 算是我 一個小小的要求 小小的要求 我生日也剛過 上禮拜其實是我生日 上禮拜我做個影片那一天 那 不然 祝我生日快樂好了 我覺得這還不錯 如果你看到這裡的話 祝我生日快樂 那就先這樣 我在想辦法 回 一定會回饋給那個 你有留言的人啊 或是 也許你寄信鼓勵我也不錯 那 有一同學在這個 TA的問卷上面 給我一些鼓勵 那我其實看了 是蠻感動的 這畢竟是我 最後一學期當這個助教 我不知道 也許很多人不喜歡我啊 就是可能覺得我講話 很沒重點 或怎麼樣 但 我的確是想要幫忙 大家 就是 學習這個會計 可以更順利一點 畢竟我 我過去其實自己 學的時候 也是沒有很順利 然後我也沒有遇到 助教 可能我自己 不愛去上課 然後因為我上了一兩次 我覺得沒什麼幫助 所以我也沒有覺得 助教幫到我 可是我自己 大家都願意來上我 但是希望我可以幫到大家 那很多人跟我一樣 其實不太認真 那我也知道你們 怎麼樣的一個念書方法 我才會有更有 想要幫助這一類人的 那不然很多人其實自己 複習慾習 那就都會了 那助教的部分 其實也沒有很 很大的必要性 除非你到中塊 要高塊 成軟塊 會有不熟悉的題目 不然出塊的部分 我只是希望可以幫助那些 你可能會覺得 我好像學一點會計 比較好的那種同學 在這條學習的路上 更順利 我希望讓你們就是進來 不要覺得 啊這東西是很無聊的東西 沒有心去拘血啊去 而是進來之後發現 誒 會計其實還蠻有趣的 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是 因為這東西真的很有幫助 對以後是真的很幫助 不是 這沒有在騙人啦 我到現在不然是在求職 或什麼東西 會計永遠都是 大家最喜歡問的一個東西 因為你很難 在面試 求職面試 或是你正在生活的時候 你用到經濟學那些線嘛 你也很難去講統計的東西啊 但會計的東西 你很好去跟別人 可以很好去跟別人講 光是一家餐廳 他在營運 他的成本 他是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好好去講 這是一成不變的啊 你去講行銷 每一家 每一種類型的東西 行銷可能不一樣 快銷品啊 或是這個 電子業啊 他其實是不一樣 但會計一樣都是 這個成本啊 這個費用啊 這個營收 所以我就覺得 會計還蠻有幫助的 就你看懂之後 不要讓別人覺得 你溫住什麼都不會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如果你真的看到這邊 我會蠻感動的 那也還是謝謝大家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主打疫情期間 生理健康